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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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一下今天不是第一次看的舉手 那就不用問問題了 因為我們問他們都聽過了 不是第一次看 那往前再一步 我們往前一點點 還是有玩到第一次的朋友 其實已經走到現在了 這個刻在你心裡的名字 已經是今年現象級的電影了 到目前為止已經賣出超過9300多萬了 在600多萬它就可以破譯了 會成為今年唯一部 不能說唯一 因為12月還有新片 最快破譯的國片這樣 但它對台灣電影或對同志電影 會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今天好像是一個小小慶功宴 就是這部片子的重要的工程 其實都在現場 我想請他們一序的來講講 走到現在的心情好了 好嗎 曲導您先吧 好 我們到昨天已經跑了370場以後 掌聲鼓勵 370場 我們昨天很大的壓力 然後也謝謝我的所有的團隊們 他們其實真的很努力 然後到每一個城鄉去跟大家碰面 然後把我們 我們希望這個電影給大家的 不只是票房或者好不好看 更多的是它這個傳達的意義 其實發現對我們很好的feedback 然後聽到很多動人的小故事 嗯 是 那那個劉導呢 我故意先跳過洪老師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其實看到的現場 也是很多一直跟著我們的粉絲 然後其實粉絲就是很貼心送給我們 包括我跟區導 都很多的小卡片 然後很多的文字 然後知道這些 因為這部電影你們 跟我們有了一個很特別的連結 然後你們也分享你們的心情 你們也跟這個電影產生了一種 很奇怪的革命情感 然後我們很珍惜這個東西 然後很多都是希望電影不要下片 可是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我們心啊 就是很感謝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以後其他的東西 這樣子 OK 來 鏡華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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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 好久不見 呃 我那天又看了區導放出來那一個 呃 我殺心的那個短片 對 看的真的非常感動 對 就是 呃 我想 藉由這一場應後 還是要謝謝 好好謝謝 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員 對 包括今天有來到現場的 呃 呃 姚哥跟 侯老師 對 就謝謝這些辛苦的工作人員 然後另外 呃 很 謝謝在場的 觀眾還有粉絲 就是你們一路的陪伴 對 我很開心可以 呃 參與這部作品 然後 呃 把這麼好的 故事 還有這麼好的角色 然後呈現給你們看 謝謝 好 謝謝金華 好 就是很開心可以 參與這個 這個作品 就是 不管是跟區導流導 或是老師 或是哥哥們 就是其實 最近都一直處 其實有一點處於那個 傷心的感覺 為什麼 就是 我很開心電影就是離破譯越來越近 可是 就是好像離 結束越來越近了 我就覺得很捨不得 所以就是 很謝謝你們 在我們這段 回憶中出現 就大家一起 要一直看下去了 對 又沒有辦法收藏了這樣 對 這樣 希望大家可以 永遠記得我們 OK 沒問題的 咪咪 那請浩森哥哥講話吧 好 就是 呃 很謝謝大家 他還是一路的陪著我們 然後到今天 呃 就是 還是看到大家出現 這樣子 然後 也是一樣 就是謝謝 導演監製 然後還有謝謝我們辛苦的工作人員 然後今天 又是另外一個感覺 就是 除了 平常我們跑QA的人 又加了 又加了其他 人力 大家一起 聊聊天 我覺得 真的很像那種同樂會 這樣子 然後 人氣今天有點熱 這樣子 是大家太熱情了 浩森好好保重 因為要準備那個金馬獎 還要唱歌呢 對 因為最近有點感冒 要小心身體 那我今天要留一點點 多一點時間 其實給新加入的兩位老師 就是 對對對 小瑤導演跟侯志堅老師 他們兩位都入圍了今年的金馬獎 因為是最佳攝影 因為是最佳電影配樂手 那 兩位其實都是我們台灣電影界的 音樂界的中間人物了 那小瑤導演 其實我都叫小瑤導演 因為他其實也是導演 那他 也在忙他的芯片 然後他 指導的這個作品 攝影的作品 其實在金馬獎都有很好的成績 他拍的精神小子 拿過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 他拍攝的地球最後的夜晚 是前年金馬獎的最佳攝影得主 有沒有聽起來很嚇人 來 那小瑤導演來聊聊 這部 柯在你心裡的名字 他們跑好幾場 那我今天是來第一場 柯在你的名字 本來我預期 不會這麼熱鬧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觀眾真的是很棒 真的很棒 所以 他們已經感謝過很多 那換我好了 我謝謝大家支持這個題材 然後 然後 那個 柯在這樣 謝謝 謝謝 為什麼你找小瑤導演來當攝影師 他有什麼問題 我其實很怕他 為什麼 因為我跟他當過評審 然後 以前就覺得這個人個性很強 然後 不太好搞 然後 而且其實但很想跟他合作 因為從 因為真好金城小神那一年 對 然後是我當 當評審 對 所以其實 欣賞他很久了 那個 愛意已經存在心裡頭很久 然後 我等不到我自己的片子 就先等到柳導的片子 我就想說 那先讓他去跟柳導對抗好了 我在旁邊看 結果沒想到是我跟他比較 比較多那個 意見有時候會 比較常吵架 對對對 但我們後來都握手言和 對 對 但跟他合作真的很快樂 就是他常常給你很多 意想不到的東西 而且 真的你從攝影擺下去之後 你就發現 怎麼人都變得很漂亮 本來現場看好像沒那麼帥 怎麼拍下去之後 怎麼看起來都蠻好看的 沒有本來就很帥 不是這樣子吼 所以我們比較好拍 對 然後所以 小瑤我覺得 這一次的革命情感 讓我未來 希望還要接我的片 謝謝 那為什麼會 你跟何老師其實不是第一次合作 不是第一次 就已經開始 更早 更早 我從第一部長片 跟第一部短片 都是找 是 1995 假面超人 1997年 對 然後 那時候我們兩個都很年輕 然後 玩耍的東西很怪 但是 後來慢慢我們都經歷過好 長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 因為在相遇之後 我覺得我們兩個討論的東西 就會更 更 更 快的打到我們要的東西 對 黃老師其實是金曲獎的常勝軍了 前年其實 那個 范寶德也入圍了金巴獎的這家電影音樂 那這次其實在影片裡面 你設計了很多很棒的 包括了 小皓啦 大提琴啦 等等等等的 你怎麼去設計這部電影音樂 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其實剛開始 我的想法還算蠻模糊的 但因為 跟曲導 已經認識很久了 然後劉導當然是第一次認識 可是 但後來聊聊聊 就是大概有一些想法 然後 就是 曲導那時候一直提小皓這件事情 可能他想到管樂隊這件事情 然後 後來我也很理所當然想說 這個元素要加進去 只是 剛開始 有在考慮說要怎麼加這個東西 後來其實就把這些角色 其實分得稍微清楚一點 可能小皓部分 比較代表就是 年輕的那種躁動啊 比較想要呼求 或是比較想要那樣的欲望的東西之類的 然後後來漸漸的可能用大提琴去 因為大提琴是一個很溫暖的樂器 它有一種平復啊 然後 就是 理解啊 醒思的啊 這種一個過程 所以 再加上鋼琴其實一直很客觀的在觀察這件事情 所以 三個剛好頻率組合起來就是一個很好的狀態 然後在這些場景再用弦樂去表現 所以 這部片我 我玩得很開心啊 因為我不否認跟曲導有所謂的革命感情 就是說 在這部電影裡面幾乎所有以前那些 所有一切 那些二三十年來所有累積的一些情緒啊 各方面啊 然後我在看這個電影之後 然後整個東西都 變成一個獨一無二的東西 展現在這個電影裡面 所以對我來講非常珍貴可以參與很棒 對 也謝謝那個何老師的參與 讓這個片子其實更加的動人 我說一下剛剛音樂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最早的音樂是很豐滿 很多樂器的 他不想讓你問 我們有很多樂器 真的要講 然後後來我跟猴子姐 我們就聊說 我們要把那個音樂更單純一點 然後但是從單純的樂器當中 再去變化出一些不同的可能 所以像比如說 我幫你小小八前面套了一個什麼東西之類的 就是mute啊 對 所以那個小小八的層次 就是各自不相同 尤其到長大之後 到了瀑布就完全抽離 只有那一段 對我來講 他又是一個演員 對 攝影也是一個演員 我覺得 這個戲不只是他們幾位 這兩位都是很好的演員 對 就 那一秒段 我們希望給大家看到 就是阿翰他在於 自己對於是不是同志這件事情 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外來的一個衝擊 然後 我 我覺得阿翰他 應該是不會打下去的 對 我覺得那個打下去 就是說他基本上 他就 成為欺凌自己 霸凌自己的一個共犯 那我覺得阿翰應該 阿翰 我覺得阿翰是一個誠實的人 他對自己都很誠實 對自己的感情很誠實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不會去做下那個動作 可是 鏡華會是什麼反應 我們可以問一下 Berdy會是什麼反應 Berdy如果沒有記我的話 有人還記得 Berdy他其實是一個轉學生 對 對 然後 我覺得 他那個當下的心態就是 因為他在轉學之前 我覺得 我自己設定他是 已經有 看過這種事情發生 或者是他有遭遇到這種事情 對 所以 甚至他就是那個受害者 所以他知道那個當下 瘦瘦 他的心情 還有他遭遇到的感受是什麼 對 所以 他當下 我就是要去救他出來 我一定要打破這個東西 另外一方面 因為 Berdy他這個角色 他有他自己的堅持 他有他自己一個很堅持的東西 他不要被改變 他 也不屈服於這個世界的那些體制 還有一些狀態 對 所以 他就是 勇敢的跳出來 對 我一定要阻止這件事情 對 好 那當事人有沒有談一下 我先講一下 好 我覺得那個當下 其實 Berdy要救阿翰 其實 他知道阿翰在一個很尷尬的狀態 他必須要挺身而出 因為他 他寧可被大家誤會 但他必須要出來 把這個 讓他不要去面對這個困窘的狀況 那 我是編劇嘛 那我基本上就寫到那個點 他就一定得出來 所以我沒有辦法想像他 打不打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陳昊珍本人的話 他可能會說 他又不是棒球 幹嘛拿他來打 然後我只想本人可能會這樣講 好 我會取錢 不小心打自己 OK 沒有 我覺得如果阿翰真的打下去的話 因為我覺得他在那邊掙扎的時候 他其實 心裡不只想著 瘦瘦 想著自己 甚至他也想著Berdy會不會出來 所以如果他打下去 我覺得唯一一個 唯一一個 那麼細微的理由是 他 不想要Berdy 纏入這件事情 跟不想要Berdy被誤會這樣子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答案真的是 是讓觀眾自己去想像 跟自己去腦補的這樣子 我剛剛是點那個潘子 你聽到三個對不起你的反應 你認為他為什麼會說對不起 好痛 這問題太難我們還要翻譯 呃 呃 好 其實我覺得 第一件事情是 他從進去那 呃 他從開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最害怕的就是 聽到那個對不起 不管那個對不起代表什麼 他都不想要聽到 甚至連的這個字一出來的時候 阿翰心就碎了 呃 所以其實我 回想起那個當下的時候 其實 Berdy在說對不起的時候 其實我心中有更多個 對不起或是沒關係 呃 一方面 對不起我 我可能 其實我也可以很理性的 從旁去 看到說阿翰是一個多麼 想要獲得愛 然後為了愛多麼用力的一個人 然後 對不起 這個受害者是你 就是對不起我 我卻要讓你一起加入這個 這個 夥伴行列這樣子 然後另一方面可能 呃 呃 呃 另一方面就是 我覺得 阿翰腦中其實是 一團亂的 就跟我現在一樣 就是一團亂 因為 因為他已經聽到第一個 他最不想聽到的事情 然後他知道在這個空間 當我們出去的時候 我跟Berdy就再也不 呃 可能 就是像兩條線一樣交叉過去的 對 所以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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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是當事人 沒有我是搖滾區的人 對 然後那個 我記得他們兩個當時拍的時候 其實是所有的 我記得台磁王子寫一次對不起 一次而已 對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是他們專注在那個情感的時候 會有三次 對 然後 所以他的那個 他剛剛講那個 聽到的那個 其實我覺得太早了 那個時候應該是聽到不才覺得 那個詞不是你要的 他搞不好是對 就是這個感覺 搞不好是對很好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是聽到不才有那個感覺 搞不好 所以我覺得他們後來很自然發揮三次 那個對我們來講是很迷人的 跳出去劇本以外的東西 如果是對很好 就變男兒王了 就不是 對 對 你抓到位置 喂喂喂 有 嗨你好 好 我剛才還認真算一下 這是我第57刷 喔 來頒個終身成六獎 今天剛好青馬獎第57屆 謝謝 我看了很多次 我一直都認為我自己好像在演這部電影一樣 因為有很多畫面都很像是我在大學的過程中會發生的 像Buddy突然跑進他們寢視那個畫面 那個真是我大學第一學期第一次進人家宿舍 然後但是室友們對我很好 所以他們說你要找朋友可以 我說好 然後 有點緊張 然後 我有 我前幾天有看到就是 畫畫 因為我比較喜歡畫畫 畫畫的那個什麼金馬的介紹 然後有看到那段她說什麼睡覺會磨牙 然後就想到太陽系那個時候 不是有在打呼嗎 所以沒有磨牙的話 代表是沒有睡著了 來 來 看57是還是跟我們有差啦 來 沒有我 我會磨牙但我不一定每次都會 對對對 好 好 謝謝你的提問 還有告白一下 來 不好意思 我想先謝謝導演和監製拍這部電影 因為其實過去我有關注很多關於同志的電影廠 可是大部分題材都拍得比較藍色或灰色調一點 那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是用暖色調去拍的 跟以往很多國片同志片是有很大的區別 那我今天要問的問題是 還有謝謝姚哥我們小姚老師 他沒有要問我 沒有沒有問題請繼續 那其實因為我很喜歡你們的海報 那據我所知你們第一次出檢 有一個是浩森拿著卡帶接那海報 那其實我個人很想收藏 可是我不確定你們未來有沒有機會還會出這一款海報 那一款是因為我們去參加那個大阪電影節 然後我們就是為了大阪電影節 然後做了一個海報 其實目前是應該是沒有印出來 他連印都沒有印出來 就是一個比較是一個電子檔這樣子 對對對 那還是很謝謝你們出另外兩款海報 因為我都已經拿到全開的 然後兩個海報都有了 我就只差第三個 所以還蠻希望未來如果你們破一的話 可以考慮出售 謝謝 謝謝請問你幾刷 我第七刷 因為我工作的關係 我沒辦法一直看電影 可是因為我們也是念電影戲 所以我非常開心 今年有出現這樣的國片 謝謝你 然後補充說明我們的海報是方旭中老師設計的 是五十 對是五四五五借金馬獎的主事決設計大師 對對對 對 我們現在試愛結束以後還有購物的 那應該 問題應該沒有辦法完全回應大家 因為時間也到了 我想讓台上的每一位再跟大家講幾句話 可以吧 我們待會擅長快一點 好 我們先請取道 我很快 我就是我們現在在努力想破一這件事情 其實不是為了票房 更重要是希望同志便在台灣能夠有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那我們好像可以靠近了一點點 我們就會努力想辦法做 那也謝謝大家支持 我是七刷真的很辛苦 對 所以還是介紹新的朋友進來看 謝謝你 好 我們也供商服務一下 從下禮拜一開始 在樂森會有那個 柯在金馬心底的名字這樣 到時候也會有 那種將近三十分鐘的座檯 大家有興趣更深入的話可以去參加 來 胡老師 很開心參與這個片 然後 為了大家有個紀念 所以我們決定出實體系列 下禮拜因為開始會宣布預購 之類的這樣 然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這樣 好 留下一個最美好的朋友 來 來 來 小鵝導演 破譯加油 好 好 加油 滴明 有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心裡都暖暖的 加油 不准講加油 來 好 要小心詞 其實我很想謝謝 姚哥 對 因為我人生中的第一支廣告是他拍的 對 所以我 我真的很有榮幸跟他合作到一部長片還有一部廣告這樣 對 然後我希望 希望我們未來就是從事電影行業的人員跟演員還有幕後工作人員就是我們可以拍出更多種類型的電影就是不管現在有沒有出現過的或者是然後把這些片子我們都可以在金馬影展看到對就是希望未來台灣電影繼續加油謝謝謝謝 謝謝 我看 你現在有多少個壓力 你然後怎麼結尾 我怎麼結尾 其實 因為我就是劉美真的收到很多大家來的影片 還有私訊 然後因為我不太會看私訊 後來一看就很多人就分享了她自己很相關跟我們劇情很相關的故事 或者不敢跟家裡出櫃或什麼 然後因為這部電影他們得到了一個勇氣 然後他們就是說可以至少度過他們有點灰暗的一段人生 然後我真的希望就是說 上次我們同志遊行的時候我講了一段話 那很多人就quote出來就是說 他們很喜歡我這一段話 那我想再告訴大家就是說我覺得做 身為同志他 他沒有什麼好驕傲的 就是我們驕傲一天走上街頭很開心 OK 可是我們一定要更努力活出自己的姿態跟樣子 這是我希望這個片子可以帶給大家更多的勇氣 然後做出更漂亮的自己 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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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謝謝 也謝謝 這位新年級的台灣電影 都活出自己的姿態跟樣子了 現在已經很成功 但是可以更成功 也歡迎大家繼續的支持 我們今天Q&A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謝謝大家的參與 我們先讓我們開現場 謝謝大家 我不要忘了你們手上的 我們要說晚安 我們要說晚安 大家晚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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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